在沉迷于健身塑形这件事情 小兰也是小有成效 就等着她在时尚盛典红毯上面展现自己 可没想到 这次红毯她刚一健身 热搜上就出现了 关小彤能不能换个造型师的话题 甚至一度被推到了热搜第一的位置 可以看出这个造型又翻车了 关小彤身材气质佳 却总是在造型上翻车 很难不让人把锅甩到造型师的身上 这身碗礼服的设计上是比较贴身的 上半身是以绿色系为主的肉色打底 镶嵌着用珠子串成的小花 可以说是相当精致 下半身则是黑色拖地大长裙 虽然算不上难看 但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好在关小彤还准备了第二套礼服 发型换成了大波浪 整体的造型上也以黑色为主 依旧是抹胸的设计 加上胸前钻石项链的点缀 非常精致大气 比起之前的大裙版玩礼服 这条颇具骑士公主风的短裙 更加适合她 因为这个造型完全突出了她最大的优点 就是关小彤的大长腿优势 如果一开始就是这一方面建设的话 恐怕关小彤就不会被吐槽了吧